Zither Harp 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沙弥石阶唯一路要的第二篇 叫《次唯一门》 这一篇是丁宏师傅告诉我 来跟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的 那么我们现在发心来护持僧团 发心是非常殊胜也难得的 作为我们佛弟子来讲 我们也有这种义务和使命 但是就是我们想做是一回事 实际是不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能够如理如法如律地做好 那又是一回事 就像我们想发心去到大辽炒一个菜 供养僧团 但是呢因为你不会 结果到了大辽呢 反而给人家添乱 把那个盐当成糖 把糖当成盐 然后炒糊了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 通过我们这种学习呢 大家自己也会得到提升 那么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要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修净土的 大家都是以念佛为主 那么在这个听经文法的过程中呢 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浪费了 这一个半小时呢 要是加把劲可以念一万声佛号 但是呢坐在这里听经呢 又困 可能又不是自己喜欢听的内容 就会很难产生这种好要听话的心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来首先明确 我们往生净土呢 它是佛讲得很明白 它是发菩提心一项准念 那菩提心的一个起因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无私无我的 为众生来付出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无私无我呢 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的想法 一切的念头 那么我们护持的功德 听经文法的功德 这些呢都可以回向往生 所谓像大师至菩萨所讲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我在前一段 因为我一直都是 这一年都是坚持三万佛号时底线 但是前一段我们在这个四月安丹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太忙了 就忙到也没办法计数 也确实有的时候很累 所以呢就是降为一万 那自己呢就有的时候晚上就跟同学分享 全天都是在义佛的过程 念佛就比较少 那么佛是什么呢 佛是觉悟 所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佛号 就是用一种觉悟的心 去思念他老人家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这里 在觉悟寺我们来做护法义工 我们做这个护法义工的工作 能够特别欢喜地去护持一个 持间念佛的僧团 特别欢喜地护持当地的信众 来正信正见地去学佛 那么这种行识 是不是阿弥陀佛老人家希望看到的 如果是的话 就跟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愿是相应的 这种心愿的相应呢 就是我们菩提心的这个种子 所以我们临终哪怕十念 都能往生的 那平时佛号念得再多 我们自己没有为别人付出的心 只要念头一起 想的都是自己 我要念佛 我自己要往生 那这种呢 是跟菩提心不相应的 所以大家呢要放下 那么不要执着 所以那天我们在跟同学分享的时候 我也简单说了几句 那么在跟僧团打交道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也都是初学 我自己就是初学 我在学佛 我三十岁学佛 到现在十五年 这今年是正式跟僧团打交道 没有跟僧团打过交道 也没有跟那么多出家师傅打过交道 所以呢 经常就会出现一些过错 是自己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慢慢地学习 都可以改过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 它这一篇呢叫 《进大沙门第一》 大沙门就是比丘众 我们现在这个僧团出家师傅呢 分两种 就是有受了巨族戒的比丘僧 那么还有呢 没有受戒的男众 是沙弥师傅 那么在佛门当中呢 他有次第 就佛门伦理 跟我们世间的五轮 应该世间五轮 在家里有父母 出去呢 有君臣 有长幼 有朋友 家里还有夫妻关系 有这样的伦理 那么在佛门当中呢 他是分七种 在最上位的 就是这个比丘僧 男众 受了三坛比丘大戒的 这样的比丘大德 其次呢 是比丘尼 就是出家的女众 也是受了三坛大戒的 第三位呢 是施叉摩纳 然后呢 沙弥 沙弥尼 然后就是 幽婆瑟和幽婆怡 那幽婆瑟和幽婆怡呢 都是指 学佛之后 发心受了三规五戒的 在家修行的居士 那普通的 只是刚刚学佛的 这个男众女众 也没有受三规 也没有发心受五戒 也没有好好认真的修行 他是没有资格 入到这个佛门伦理当中的 就是他配不上称这个 幽婆瑟和幽婆怡 所以这个居士的称呼呢 是来自于印度 它是一个非常高贵的 对在家修行的 学佛的这种称呼 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叫这个居士 那么 我们下位的 就在佛门当中 下位的 得要尊重上位的 所以比如说 像我们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属于幽婆怡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 受过五戒的 像我们还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 是受了菩萨戒的 那么在我们之上 前六种 从比丘僧到幽婆瑟 都是属于我们的前卫 前辈 那么都要尊重 凡是出家的 无论是男众女众 无论是比丘 比丘尼 还是沙弥 沙弥尼 施查摩纳 我们全部都是 口称师父 自称弟子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 我跟这个法师学 他就是我的师父 那么 没有学呢 那个就不是我师父 这个就是错误的 那么进大沙门第一 第一段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不得乎大比丘 名字 一切比丘 应称 某诗 不得道听 大比丘 说戒 半月 送比丘戒 平日 送比丘戒 或作 如法僧事 先且 未受 拒戒者出 一切 不得道听 道听 即称 道法 重难 亦不得 先自 月律 即月 比丘戒 那么这个就是 我刚才讲的 我们不可以直呼 比丘 大德的这个名字 那么都要称某某师父 那对外在介绍的时候呢 都要口里讲上下 比如说 比如说 要至大和尚 就上 要下至大和尚 这样子 不可以光称前面两个字 这是极其 轻慢的行为 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那么不得道听 大比丘说戒 我们昨天呢 是送戒日 刚刚呢 就是送完戒 我们在家居士呢 主要是送五戒和菩萨戒 五戒呢 就是我们居士自己来送 菩萨戒呢 是由僧团 因为出家的师父们 几乎是全部受菩萨戒的 就是他们在受三坛 大戒的同时 基本上就是同时受菩萨戒了 所以他们在送菩萨戒的时候呢 我们是跟出家师父 一起来送戒的 那么我们不可以去 偷听比丘大德送比丘戒 像昨天 他们是在三楼送比丘戒 我们不可以道听 那么或者他们在做结膜 或者是其他法事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地 去参与 荣华僧侍 我们要保持距离 那么他不是对我们在家居士 尤其是在家女居士的亲爱 而是说作为我们在家居士呢 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去护持出家师父的这种亲近戒体 比如说像我们女众在跟男众法师打交道的时候 自己呢一定要保持一种非常严谨的心态 从穿着打扮 说话 语气 包括心里的这个念头 都要非常的如理如法 不可以生放逸 懈怠 轻慢的这种心 我们在14年的时候 带着这个很多我们女义工 去台湾正觉经社去参访 参访之前 帝国师父都有告诫我们 非常多 比如说不能喷香水 不能够披头散发 不能够躺胸露肩 穿的衣服不如法 不可以呢 说话呢 细笑 调笑 不可以跟这个比丘法师走得太近 那么我们要是受了八观灾戒 这些就会好一点 因为在八观灾戒里呢 都有一些这样的规定 但是如果没有学到这些戒法 或者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人来教的话 我们就会出现很多这些问题 就会很麻烦 那么南仲也是如此 南仲在跟比丘尼法师交往的时候 那更要非常严谨 他正常呢 比如说包括 这个给东西是不能直接给的 就是我们女众不能直接把东西 递给男众法师 男众同样呢 也不能把这个东西 直接递给女众法师 所以上次在这个云门寺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个同学 是个男同学 他呢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直接呢 就把这个东西就到这个比丘尼法师面前去 这样给 那后来我就给他叫过来说 不可以 要交给女义工 他来护持比丘尼师父 那比丘法师呢 最好是男义工发行来护持 这样的话呢 就显现的这个外在呢 就非常的有威仪和庄严 我们女众呢 这个义工呢 在这方面就要格外注意一下 那么说戒呢 是每月呢 半月半月都有 我们呢 在这里呢 要坚持 尤其是受了戒 哪怕你五戒只受了一条 我们在送戒之前 都要严谨自己的心念 把这半个月当中 所犯的过失 依据这个戒法 一条一条的 给他找出来 我们五戒就是杀到淫望旧 那么要认真地想 想得很认真 不要随随便便 比如说像这次颤罪啊 那么有的法师呢 就会很认真地问你 妄语 那你怎么妄语的 哪天妄语的 妄语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都不知道的话 你去求忏悔 那这个其实也没有得到 真颤魂 自己也是在无名当中 随随便便 比如说四中过 那么你说的是出家中 还是在家中 说的是哪个人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这种心态呢 也决定你是上品 中品还是下品 我们在菩萨界 这个十重四十八倾 那么十重倾呢 它是分上中下品的 四十八呢 倾购罪呢 是不用分品 大家要注意 那这四十八条呢 我们如果都瘦的话 要一条一条地对照自己 有没有犯过 那最保险的做法呢 就是拿一个本子 自己平时要犯了 哪天犯的 那赶紧记下来 先在佛前呢 来对佛 佛前自己先忏悔 则心忏 回头呢 我们到送节日那一天 我们僧团的师父们 都很慈悲 像我们 在昨天早晨八点钟 整个僧团 来为我们所有的义工 进行全部的颤罪 那么自己就可以 把本子拿出来 是犯了几条 认真真的写好 就不用像我们昨天 前天紧急培训 大家在这紧急想 那想呢 想的可能也不是说 很准确 这样子的话 我们用这种 沉静心 非常真诚 非常恭敬的心 去求忏悔 我们的业呢 就都消了 那么我们这种 借体呢 就能保持清静 那么持戒念佛 当我们最终 往生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清静 非常清醒的 绝对不会得老年痴呆 得老年痴呆的 迷迷糊糊念不下去佛号的 都是被业给仗住 尤其是自己 恶业造得太多 都没有得到 如理如法的忏悔 在无名当中呢 到最后 是没有办法往生的 所以大家是 最终都是为了 自己这一生 能够求出六道轮回 能够真正得到 学佛的真实的利益 那么我们拿着这个心 来护持僧团 也护持自己的这个 持戒念佛的这个心 就会非常殊胜 对外表法也好 对内呢 每个人都没有什么恶业 都没有什么烦恼 缠附 大家在一起就很容易和和 如果每个人 大家都是有很重的烦恼 我瞅你也不顺眼 他瞅你也不顺眼 互相之间呢 都在挑毛病 那就没有办法 就很难 这个团队正常地运转 大量的时间精力 都耗费在这个人世上的 人我是非上了 像我们刚刚走的一个男义工 就是生烦恼 在这里就是觉得 我不知道具体他生什么烦恼了 但是他走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 做得不快乐 没有做义工这种发喜 那么我们说来欢喜地学戒 快乐地做义工 最后呢 心心念念地念着佛号 我们就能够自在往生 他就做不下去 那我们是觉得他很可惜了 我也劝了他半天 那他呢 还是坚持要离开 那我们就祝福他 以后也会有很好的结局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学会去调福 无论是通过听经文法 还是通过拜颤 拜佛念佛 还是通过跟善友来互相地沟通聊天 那么最后呢 能够把烦恼习气降服住 因为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 在我们发心做义工 这个大院一起来的时候 是最容易起现行的 为什么呢 它就像这个垃圾桶啊 那个盖平时是盖着的 你看着外面都很干净 对吧 那我们要决定进行大扫除的时候 一打开盖 那个就会发现里面很脏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以前没做义工的时候 家里还挺好 一做义工呢 家里就乱套了 没发现做义工的时候呢 自己念佛念得还挺顺利的 一发现做义工呢 佛号念不下去了 没发愿来护持僧团的时候 身体挺好 一发愿的时候呢 身体就开始出现 腰也疼 胃也疼 哪块都不舒服 头也疼 都是这样的 所以 这些呢 都是自己的怨心 走到了前面 但自己的修行呢 还没有跟上 那么我们要把修行的脚步 赶紧地提升上来 跟上我们发的那个心 心形相依了 那么慢慢就没有这些障碍出现了 那么障碍呢 它都是外面的 看着是外面的 但实际上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显现 所以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调自己的心 我们在听过 丁红师傅在今年开讲 《无量寿经》报完谈的时候 强调的最多的经句是哪一句啊 大家知道吗 没听过 还是 对呀 观法如画 对吧 怎么观呢 什么是法呢 观就是自己要静下来 用这个心去观照 什么是法呢 就是外面的一切境界 显现出来的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呢 怎么如画呢 它就是一场梦 我们现在其实就跟做梦一样 只是这个梦境呢 很美好 它不是杀到一望 是大家一起在这学习 一经教 一起来提升自己的境界 那也有不好的梦境 无论好梦还是坏梦 都是自己的心显现的 所以要调自己的心 那慢慢呢 就提升得很快了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 第二条 第二条呢 是不得求大笔丘长短 不得转型说大笔丘过失 不得平处骂大笔丘 不得轻易大笔丘 于前细笑 笑其语言形象形步 那么这四条呢 都涉及到我们的口过 而且这种口过呢 是非常可怕 叫说僧过 果报都是在阿比地狱里 所以任何时候啊 咱们都要管好 自己的这张嘴 千万不能啊 自己这个嘴没有把门的 想说就脱口而出 想做呢 就随随便便地就做 你说一句话很容易的 但是说出去的话呢 就像倒出去的水一样 你往回收就很难了 所以我以前 包括在家跟我先生都是 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把手机关机了 因为就有的时候 那个恶业一起现行 确实很猛力 自己的修行功夫也不到 控制不住 所以大家马上就是 转移一个地方 哪怕到出了绝缘寺 到外面逛一下街啊 然后你心情好了 你再回来 万万不可在寺院里面 随随便便地 说四周过 尤其是说一个 僧团里面的 大比丘僧的过失 那就太可怕了 那么 怎么能够 调伏自己的心呢 要知道 其实外面呢 没有过失 当我们看到 这些过失的时候呢 确实都是我们 自信信心出来的 我记得以前 读这个季晓兰的 因果故事啊 那这儿几年前 也不忙了 不像现在这么忙 经常给我家 那个两个儿子 讲这些因果故事 印象最深的 就是在季晓兰的 因果故事里 他提到 乾隆皇帝下江南 那一段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乾隆皇帝的母亲呢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弟子 当然 清朝的 开国的这些皇帝 他都有学佛 那乾隆皇帝 每次下江南呢 他都有去 这个 普陀山 去朝拜 有一次呢 他去普陀山 去 拜佛的时候 因为他是 简装嘛 没有穿皇帝的服饰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他只带了随行的几个人 那么他一路上山呢 就看到 这个 出家的法师 比丘僧 有喝酒的 还有在那块 赌博的 他就非常生气 他说 这么好的道场 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他有碍于呢 他现在的身份 没有暴露 又没有办法讲 那他得留个证据 所以呢 他就去跟这个 出家法师呢 一起去赌博 那 他就赌不过 赌不过呢 他就 输掉身上的这个 帽子 还有腰带 那输掉之后 他也很高兴 他说 那输掉之后 他回头呢 他就决定回经理 带着这个 警卫了 再回到 普陀山的寺院 看哪个出家师傅 戴着他的这个帽子和腰带 他叫 他叫整治 然后当时呢 这个 赢了钱的 这个出家师傅 真的就把他帽子戴上 把腰带也都系上 不同的人 有的赢他帽子 有的赢他鞋 有的赢他腰带 然后他也是气愤的 就 快速的就 回到经理 回到经理呢 他就跟他的 母亲呢 很气愤地讲 说这个 出家 师傅们不好好修行 又喝酒 又赌博 他要进行整治 他的母亲是 真的是很虔诚的 这种佛弟子 就说呢 我们不可以去 看出家人的过失 哪怕呢 你是皇帝 都不可以 我们要把他 看成是佛婆子的视线 那他也没有 理他妈妈的话 他就带着这个卫兵呢 就急匆匆地 再赶回这个 葡萄山 急于把那几个人 揪出来 要惩治 结果满山殿野的找 他也找不到 找不到他在进到 其中的一个大殿的时候 一抬头 他就看这个 那个台上 那个木啊 还是泥塑的 这个佛像 有挂着他帽子的 有系着他腰带的 有穿着他鞋的 他一下子就醒悟了 马上就顶礼 来忏悔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是真实讲 但是呢 确确实实呢 很多佛菩萨 他都视线在这个人间 他视线的样子呢 是各种各样的 不是我们能揣摩到的 如果我们用看佛菩萨的心 去看他们 我们呢 就能够提升 如果我们是用看繁复的心 去挑人家的过错 尤其是挑出家事物的过错 咱就天天去照这个恶意 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决定 不去看长短 看过世 这个故事呢 其实对我影响特别深 所以呢 我们不要说 我们只欢喜看 很有威仪的 持戒经严的 讲经说法好的 看着非常 没有一处毛病的 这就是佛菩萨 真的不是这样 你看寄宫当年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佛菩萨再来 对吧 所以大家呢 要用一颗真诚的感恩的心 看身边的每一个人 无论出家在家 都把它看成是佛菩萨视线 我们义工当中也有很多 你看着好像人家烦恼习气重 其实不是的 可能他都是一种视线 自己呢 要去调自己的心 不要有这里 这里有高低的这种比较 更不能用这种高低比较的心 去看僧团 那就更麻烦了 僧团我们现在是有 二十多位出家师傅 这个修得好 我就供养他 那个修得不好 我就讨厌他 我们打菜的时候 喜欢的师傅 就得多打点 打好 不喜欢的师傅 就不给他打 那这种心都不好 用平等欢喜的心 互吃每一个出家师傅 我们的功德呢 就无比的增上 那么平处骂大比丘 是指在没有人的地方 暗地里骂 那也不可以 若想 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们心念 哪怕一动 嘴上没有说 整个的 我们现前的这个境界 宇宙万物都会变化 我们就是没有学佛 都知道 这个原先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有讲 大西洋彼岸的那个蝴蝶 扇动一下翅膀 我们这边是不是都会起台风呢 我们心念的力量也是如此的大 所以大家轻易啊 不要去搅动自己的心念 心念一动 就让他放在佛号上 不去打妄想 越胡思乱想的人 他业障越重 你看着他一天好像没干什么 脑子里头全是一些妄念 那么他的这些妄念呢 都会形成他的障碍 就是对比丘僧 要永远保持一种 非常恭敬的这种心态 不可以仿效他说话呀 他走路啊 然后呢 在这里头去调戏 这是极其重的过失 那看每一个出家师父 我们都恭恭敬敬的 因为这里呢 每天都会有师父们 做早晚课呀 来到灾堂来拖拨呀 那如果呢 我们看到了师父经过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 跟没看见一样 我们就大不留心地走过去 反正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可以 那么有法师经过的时候 我们要停下 策立站在路边 或者站在走廊的边上 合掌 等法师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能够就是感觉都 那个时候就感觉都官法乳化了 那不可以的 否则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 来的这个信众呢 他会看着我们怎么做 他会学的 因为他也没有见过僧团 在当地可能 也没有见过 怎么去护持一个持戒僧团 所以他会看这些义工 在他们心目当中呢 这些义工都是学得很好的 可能我们也是刚做 但是呢 那人家就不会这么看 所以我们要 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的表法 这样呢 也不辜负大和尚 对我们的期望 也不辜负我们舍家撇业的 到这里 护持的一片心 那对人对己 对内对外 都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提起这种警醒 我昨天晚上 我们送完戒 我也跟大家分享 以前在香港啊 在火摊办公室 我真的不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在寺院 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信众啊 也没有做佛事 昨天普佛 我是人生第一次 学佛15年没做过 那么我们既然 发心到寺院里 发心来护持这个僧团 发心做一个义工 那么就要很认真的 很严谨的 把它做好 那就不可以随随便便 轻慢的 这样的去做 我们不会可以学 但是你说又不学 又在这里头去放逸的做 那个过失就很大了 就像我们学了佛 叫发心受戒 发心学戒 好好认真持戒 才能对得起 自己佛弟子这称呼 否则人家会觉得 哎呦 你佛弟子怎么是这样的 连这个五戒都不敢受 五戒不敢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还想 杀到一望旧 那个跟佛弟子 是不相应的 那义工呢 最好发心 我们都受菩萨戒 做义工就是做菩萨 就是行菩萨道 生生世世都欢喜 行菩萨道 都欢喜去帮助别人 所以呢 最近我也是 跟师父商量 我们没有受五戒的 没有受菩萨戒的 安排一次受戒 那么已经受了的呢 可以一起 在做这个增上 增益戒 让自己的戒体 更稳固 来继续地 发广大的这种心 那么下面呢 是不得作见 大比丘过不起 除读经时 饭时 做重事时 剃发时 病时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见 大比丘僧 经过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在这块 一动不动 就感觉 那个 就非常的傲慢 我们菩萨戒的四十八倾戒 第一条 就是不得 轻慢 失诱 我也是经常犯 犯了就忏悔 但是呢 有一次 那师父过来的时候 我们三个同学 都坐 我立马就站起来 因为马上想起了 这条戒 然后等师父走了之后 我说你们俩赶紧 对手忏悔 刚才那个 师父来说没有站 他俩说老师 你怎么不提醒 我说对啊 你们下次就记住了 我也是犯了很多次 然后不断地被批评 就容易记住 好 就是我们看见 有法师过来 我们要立即站起来 那有四种情况下 可以开源 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因为我们坐着读经 如果看法师过来 我们就站起来一下 再坐下 再站起来一下 就那个时候就不用 我们就认真真地 好好读经 那么吃饭的时候 也不用 还有呢 就是在做伙事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剃头发 剃发的时候 因为剃发你要坐着 生病的时候 躺在床上 这几种情况都不用 那么行时 逢大比丘 当下道 正柱 让之 刚才呢 我有跟大家讲 就是在 我们在走廊里 如果碰到 大比丘僧 比如说 从炉梯上下来 或者是 从远处走过来 那我们要在 下面的下手位 然后呢 让侧身合掌 让比丘僧先过 那么 包括 吃饭的时候也是 先行先驶 走路 要让比丘师父先走 吃饭更不用说了 不能 我们要切记啊 不能没有打板就吃 我都犯过错误了 就是 跟师父去上过林 打活气的时候 那个 因为 他这个 我去的时间呢 是冬天 二月份 他那个 这个居士林呢 他也是像 在装修 装修呢 他那个栽糖呢 就是在临时的 一个旁里面 四下的透风 所以呢 他可能那个菜呀 做好 再放到那里 再等着打板 再等着行糖呢 每次我们吃的 都是凉的 我就吃不惯 有一天早上呢 我们就想 要吃热的 然后脑子里就想着 只想着吃热的 就把打板的事就忘了 我就跟我那助理 我们俩 还不是我去 是他 他去的 因为我天天都吃凉的 每次回来 我们就用那个开水 泡那个米饭和菜 中午也是用开水泡 吃久了 他胃就不舒服 那天呢 就是 我那助理就说 老师 我就给你弄热的 然后他确实呢 因为没打板 一放上去拿出来的 肯定是热的 我们俩就美美地 吃了一顿热的早餐 吃完之后 我就很高兴啊 我那天就跟师傅汇报 哎呦 终于吃到热的早餐 那师傅呢 就很警觉 说打板 说打板 打板 没注意 因为不是我下去的 但是我跟那个 我助理 我俩回忆了一下 应该肯定是没打板 因为这个 你要等打板的 它肯定不是热的 所以那个月忏醉 那就忏了 后来我就跟 我的助理说 我说 那就每次要听 是不是打板 包括有一次 我在后面那个 义工的地方 很多义工呢 对我都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一看我过来 马上给我拿碗 拿筷子 老师你赶紧吃 我就问他 打板没 没注意 我又问一个打板 没注意 我说你还是确认一下吧 我说我 那个上个月刚唱过 不能越来越都唱 属于犯了 那个倒戒了 尤其是在寺院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 看到出家师傅 用之后 我们再用 就比较安全 因为出家种僧团 它肯定是打板之后 用餐的 所以我们切记 不能说没打板 我们就溜到厨房里 开始拿着东西在那吃 这个就不可以 决定不可以的 所以看我这个戒律 都是在不断地 犯当中学的 犯了很多条 都是 那么 包括呢 我们如果是第一次 见出家师傅 尤其是我们 比如说 出去回家 那么请假 再回来 发心护持的时候 所谓出必告 反必命 见到师傅呢 一定要顶礼 尤其是地方 如果方便的话 见到出家师傅 我们一定要口称 顶礼师傅三拜 师傅一般呢 他会说一拜 或者是免礼 那我们自己呢 就一教奉行 一拜呢 就一拜 免礼呢 就不用了 我们就该问序问序 不能说 师傅说一拜 我们一定要三拜 师傅说不拜 我们一定要拜 那个就不对了 我们跟那个 我在香港跟唱功 唱功老人家 就特别有意思 我们要是说 顶礼 那个 唱功三拜 唱功就不说话 然后等 那没有一拜 我们就得拜 再拜 再拜 有一次就拜了 我就有一次 自己去见唱功 我说顶礼 唱功三拜 我就拜了一拜 我就起来了 唱功没说话 瞅我半天说 还有两拜呢 我抽着他 我说 我想一般不都是一拜吗 那好吧 那就再拜两拜 唱功说 我也没说让你一拜啊 那就是三拜 你自己说的是三拜 唱功是特别可爱的 一个老人家 所以要一教奉行 自己要说这样 说这样话比较好 那么我们出入大殿的时候呢 也要尽量直语 就是我们在大雄宝殿 在里面都不要说话 规矩呢 尽量的是在殿外 咱就讲清楚 讲清楚了之后 进到大殿里 那那个错误该犯就犯吧 你就不要在大殿里 在那 哎呀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那样 就不要再说了 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咱们的法务组组长 我们有任何的指示 都在殿外讲 进到殿里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这个经验 经验教训和失败的 那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出了殿之后 赶紧改 下一次再进大殿的时候 咱就争取不犯 不要到大殿里去调整这些过失 说来说去 喝来喝去的 尤其是跟僧团 一起做早晚课的话 你更要安静直语 我们这个女众吧 就特别恐怖 那个古语有讲三个女人一台戏 古语现在不用三个 两个你就开始头疼 三个脑子就彻底就大了 我跟我们这些老义公菩萨 女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跟他们吼 我说都闭嘴 然后他们就不说话了 因为吵得我也头疼 那赏门又很大 然后争来争去的 同时呢 四五个人围着我 在同时跟我 让我下指令 或者问我的那个意见 我也不知道该跟谁讲 那天我就开玩笑 我说我应该坐在转椅上 跟你们工作 转一圈 然后正好说一圈 我说你们一个一个来 慢条思理的 那你要听见他讲呢 你就不要讲了 你俩同事都讲 那我跟你俩谁说话呀 两个还好 我最多的时候是四个 乃至于五个同事跟我讲 那你们都着急 那我也不知道该回复谁 我也听不清 你们互相吵来吵去的 所以大家呢 不要急 做事情呢 都有条不稳的 按规矩来 进到大殿呢 一定安安静静的 尤其咱们一工呢 要做个好样子 那样的话呢 人家当地的信众来一看 哎呦 这个真的是 护持持戒僧团 不要像我似的 我就被 这个出家师傅就呵斥过 就你这样还 护持僧团 自己犯了过错 所以呢 马上就忏悔 那么要好好 改这些过错 早晚佛事呢 都尽量地穿海青 我们要统一 都穿黑色的海青 也可以搭曼衣 那么搭曼衣的 要站在前面 穿海青的 要站在后面 这是规矩 那没有搭曼衣 又没有穿海青的 那就绝对不可以 站到前面了 要站到最后 这是规矩了 那么下面呢 是四分绿 云 沙迷应以生年为次第 若生年等者 应以出家年为次第 我们不是沙迷 但是呢 我们在同学当中 易如师 要尊重长辈 所以前一段呢 我们那个 这里不有几个小朋友吗 年纪不大 十四岁的 十五岁的 十六岁的 我就不建议呢 他们互相 他们广这个 年纪长的 长者叫师兄 因为他们也是 刚学活的小孩 来了之后呢 就随着我们的称呼 跟我们四五十岁 乃至于比他父母 年纪还大的人 就师兄来师兄去的 一点都不尊敬 后来我就要求他们 该叫叔叔叫叔叔 该叫阿姨叫阿姨 按照世间的 这种伦理的称呼 你先把世间法做好 那天 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是这样 那个小朋友 我这个身边 有个十四岁的小女孩 给我拿这个纸巾 我说你给每一个阿姨 都发一张 一次发 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个餐巾纸 那么 昨天也是中午吃饭 有一包那个小食品 我就给那十七岁的小男孩 我说你给叔叔们 一次发 不要自己吃 更不要这个 只给喜欢的叔叔发 不可以 就二排 一工叔叔每个都发一个 那我们做了长辈的 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义务 教导他们 就像教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家 你怎么教自己孩子的 在这里呢 你就怎么去教这些 年纪小小 发心来做一工的小朋友 对吧 那么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们一个团队 我要是负责人 按照这个 孔子老人家的教导 我们要做之君 还要做之亲 还要做之师 君 亲 师 三个 一个都不能少 你不能说 我只做领导 我在这下达指令 发号示令 你干这个 你干那个 不可以的 我们要以身作则 好好带着大家来做 我上次回去的时候 我们因为大家 现在都发心常住这个善围 所以深圳租的房子呢 就给退了 再租的话 这个就很浪费钱 那我们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从善围赶回深圳的时候 已经下午将近四点了 然后我们三个 还是四个女众 连夜搬东西 就整理家 一直我们干到 半夜十一点半 那真的一点就没有了 等我过关再回香港的时候 已经凌晨快一点半了 那你不干怎么办呢 你不干 你不能等着别人干 那你不干 大家都在那靠着 所以你要出来干 还要做至亲 他的这个冷啊 暖啊 穿多穿少 都要照顾到 所以有这个发心来做的 小男孩义工 我们这个善伟当地的信众 也有听我讲课的 就来问我 说这是你儿子吗 已经好几个人问我 我说再问我 就说是我儿子 可能看我对他 就是确实 就是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 他没有衣服 我就让我的秘书 去买衣服 没有鞋 买鞋 去超市也是 我说你缺什么 少什么日用品 你跟我讲 我给你买 我说你就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 我说你就 把我当成母亲一样 我年纪也大 我都四十六了 他才十六岁 就比我那个大儿子 大两岁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要关心他们 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做知识 要教导他们 我们现在都是住 这个集体疗房 男众有男众 两个集体疗房 女众是四个集体疗房 那住在一起呢 他很多时候 他不是故意犯这个错误 他真是不知道 那知道的人呢 你就告诉他 你告诉他呢 你尽到你这个责任和心了 至于他听不听呢 那是他的事情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寺院 有来的信众抽烟 那我就提醒他 我说你不要到寺院里抽烟 这是寺院 它属于生且兰 清净地 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抽烟啊 喝酒啊 打闹啊 戏耍呀 吃肉啊 这些都不可以的 其实他那个都很听话 我上次那工人 我跟那三工人讲 不能抽烟 他立马就把烟掐了 我说这是法师住的地方 我们即使是干活 那也不可以抽 实在忍不住了 到外面 到寺院外面 你去抽一根再回来 这比较好 对你自己好 你不被因果吗 那我们住在一起 生活的时候 也是要告诉他 他很多情况下是不懂 但是最怕的呢 是我们这些长辈 也不懂 那就是老小孩 跟小小孩住在一起 那就糟糕透顶了 所以这个年纪大的 要发心 要带这些 要自己要懂 要学 吃喝拉撒睡 都要告诉他们 这些小朋友们 有的都三十多岁了 都跟十几岁小孩似的 没有办法 很好地照顾自己 不懂得生活 起居方面的一些 基本的事项 你都要依次地 有条理地 认真的去教他 我身边的这个孩子 我都是这样教的 教他怎么归类 怎么洗衣服 怎么收拾衣服 怎么整理家务 怎么插桌子 怎么洗碗 怎么收拾厕所 一遍遍教 我一开始一点 没这个耐心 因为我说 我这是 真的是 我在这一点 我特别感恩 丁虹师傅 因为我就是 我当时跟丁虹师傅说 我说这都不会 而且教一遍 教两遍 我就不愿意再教了 说了好多遍 再说你教会了 他可能又不做了 又不做 一共又走了 我干嘛要费 那个心血教他呀 后来丁虹师傅就说 你这个慈悲心不够 真正有慈悲心的菩萨 它是跟传统化 是不一样的 孔子教三遍 你没有这个法器 就不教你了 但是佛菩萨 是以无尽的耐心 生生世世 只要你在眼前 有这个缘 他都教你 他没有停止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佛恩浩荡 无以回报呢 我们身边就是这样 有很多这样的 佛菩萨视线 他无比耐心地 一遍又一遍地 去劝导你 去教导你 所以自己呢 也是在这种教诲之下 自己慢慢调伏 自己的心 我不管他以后 还做不做一功 也不管他能听懂多少 也不管他能做到多少 只要他还在我眼前 他想学 那你就要认真的 一遍一遍地 反复地 重复地 去告诉他 不要没有耐心 教两遍 就生那种讨厌的心 那不可以这样子 那么这里讲究的是一个 长幼尊卑的次第 我们一定要老的 像老的样 小的呢 也要像小的样 我们年纪轻的同学 一定要尊重长者 不可以呢 目无尊长 不敬师友 那就是造这个地狱业 决定不可以 我这个 在后面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那个 小义工朋友 就说 我说看见长辈来了 尤其是老义工啊 他很累 一屁股坐在那吃饭的 一上午那活干的 可能都已经 不想再起来了 盛碗饭和菜 他就不想再动了 我就跟这个小义工说 我说你去发心 给叔叔阿姨 每人倒一碗汤 那今天我就看到 我们那个小男义工 他不仅给我倒 以前就给我倒 我说不能给我倒 我旁边有哪个义工阿姨 你就给他倒 年纪都跟我差不多呀 他就挨个倒 倒了好几碗汤 我就看到很高兴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 看到义工的这种成长和变化 我特别开心 不管他将来做什么 但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境界 我们都要珍惜 大家相聚在一起啊 哪怕是一天的光阴 咱都好好的用那种 非常珍重的心去护念它 那每一天呢 我们都非常的完美 有很多义工都发心 一个月呢 来护持七天 这七天的功德呀 我们都好好地修 来了呢 就认认真真地做 知道自己怎么做 把这工作做好 走的时候呢 再认认真真 把这工作交给下一任的 来交接的同学 这样子的话呢 每个月都有这样 修功德的机会 增长自己的善根 也增长自己的福德 咱那个修的福啊 不要变成福报 变成福报就抱到自己身上 我们吃好喝好 家里呢也赚钱 你就消掉了 要用这种无私的心 全部都供养大众 我希望自己修广大的这个福 我有这个福呢 我去帮助所有身边的人 我有钱财 都尽量地施给身边的人 我有福报 当然身边的人都能够安稳地 去学佛求道 用这种心念 佛菩萨一定护念我们 用这种德行的话 我们那个所有的修的福 都会变成我们往生的 这个增上的质量 你的往生一定会非常殊胜的 真的会有很多人来护念你 所以大家呢要发心 佛菩萨都有感应的 我在清英古寺的时候呢 因为它那个条件呢 也是有限 所以每次去呢 我这个洗澡都有障碍 就是要么就是纯热水 高达一百度 要么就是纯冷水 然后呢忍了好几天 实在没有办法 我那天我就发愿 我说我愿意把自己 讲课的功德 护戒的功德 然后护治僧团的功德 所修到的所有 我都回向给众生 你只要能让我今天 洗上那个 比较正常的水温的灶 就行了 特别神奇 它外面那个水温 那个表度显示 还只有16度 但是我进去洗的时候 温度啊 基本上就是 35到40度那个 刚刚好 哎呦 我觉得就是 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自己要 真心发愿 佛菩萨特都会护念我们 也不用自己操心 我们不要担心呢 怨白发 怨不虚发 没有虚发的 真心发愿呢 你就种了这个善根 终于一天呢 都会实现 那么下面呢 也是一句经句 我们来合掌 一起来念一下 方广大庄严经云 佛法如海 容纳百川 四海归之 皆同一位 那么这句经句呢 也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学佛呀 真的 在佛法的 这种大的海洋里 我们这一生的 所学的 点滴可能都不到 我们的生命很有限 学了再多 能学明白的都很少 但是呢 总而言之 一点我们要记住 尤其是我们修净土的同学 不管怎么修 咱都记住 这一点是不便 这一生 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 要做佛 不仅自己做佛 要发心 让所有跟自己有缘的 都做佛 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的殊胜美好 我们在 无论是听老法师讲经 还是听定红师父这个讲 这个无量寿经报恩谈 都能感受到那种 美好和庄严 那是阿弥陀佛 建立的极乐净土 在那里呢 我们成佛了 就得到佛法的全体了 在这里怎么学 都是很难能够得到真位 因为有自己的烦恼 洗脏着 但是我们自己尽量的 在这过程当中 把自私的心呢 磨掉 只要自己 没有这种我 不是为自己 心心念念都是为别人 常常提起自己的这个心 你的烦恼习气 都能降服住 我们没有办法说 把它全部的拔根 给它拔除 但是呢 我们决定能给它扶住 你想到 因为我前一段也是 累到已经都不行了 脖子都抬不起来 连轴转 我们从三月底 跟大河上第一次来 我们赛尾决言寺 到四月十二号 僧团安住 这中间呢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装修任务也非常紧张 从今年一月份 到三月份澳门论坛 到僧团安担 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休息过 但是呢 有的时候自己就想 就是哎呀 如果我再辛苦 僧团能够安住 我觉得那也值 有的时候想想自己再辛苦 那义工呢 能够真正的受益 那也值 包括讲课也是 我今天这个 我自己开车 没有司机 结果呢 一出门 我就走错路了 因为本来呢 我跟咱们这个义工 要了一个路线图 但是我的助理呢 把路线图给带走了 我就找不到路线图 我的手机又下载不了 我要导航 然后我就出门 我就回忆 我来的时候拐了几个弯 但是我就回忆 还是有差错 出去之后呢 就一个岔道口拐 我就没走岔道口 那我只能执行 再执行下去呢 就算一条大道 我就见不到尽头了 后来我就想不行了 我就跟护法人说 我说你得让我回去啊 我说我这三点钟 要给一工讲课 就不能当了 你想办法让我转头 看到那块可以转 我赶紧掉转头 回来我就念佛 还好 回来就很顺畅 就大概十五分钟 就到这个 到我们绝业寺了 那么只要为别人 你自己的那些 是疲倦也好啊 是懈怠也好啊 都能够给他化掉 自己有的时候 也是很累 那个佛号就是 如果就是为自己吧 我就想 哎呀算了 别说三万 一万我都不想念了 太累了 想今天识念法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 持戒念佛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的缘起呢 是一月份 很多同学在网上 要求我呢 能够为 不在我身边的 一工同学呢 起建一个微信的 共修群 让我带着他们修 那我看到 当时是几十个同学吗 我就想 那我就发心 建一个群 这个群呢 就效法当年的这个 我们的净土宗的初主 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当时不是在庐山 东林寺 一百二十三人 各个网生吗 我当时就写了个原起文 我说我们建立空中联社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 我们一百二十三个人 通过网络共修 咱各个念佛 各个成佛 当时很多人无比的欢喜 这个原起文 观念一发出去之后呢 我就收到几百个 那个信众的这个来信 所以后来就发展到 这个持戒念佛微信群 确实是每个群 都是一百二十三个人 同学呢 每天都在看 等着我这个修学报告 因为这修学报告 我跟大家承诺 是每一日最少三万 哎呦 所以就为了这三万 我每天都是 咬牙 从早念到晚 把这个三万争取念圆满 如果不够一万呢 我再争取第二天 或者回头给他补上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你不可能 跟大家说得那么细 我很累呀 我在护制僧团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大家只是看 你每天有没有念佛 每天的功课 有没有读经 那么你这样带着他们 回答他们的疑问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说莲花 是长在淤泥里 出乎你而不染 确实呢 你在发心为众生的过程当中 是众生成就了我们 因为我们发心为别人 相应的这个对面的这个境界呀 也在激发我们 能够不断地增上 你不好意思做得不好 就像大家都认为 我是好像女德学得很好的老师 你就不好做得不像样子 所以每次呢都要减点自己 我原先在这个香港的时候 老法师身边的这个大护法 呵斥我很严厉 我有时候也很委屈 身边的这个护法居士 也跟这个大护法讲 说静雲老师也没有像你说的 那么严重 你怎么对他这么严 这个护法 大护法居士 真的特别慈悲 他就说了一句话 说谁让他是跟老法师学的 谁让他是讲女德的老师 那我就按老师的标准 按照老法师弟子的标准 去要求他 然后我自己当时还很委屈 我想我也不是自己主动发心的 是别人让我讲的 那我就讲了 但是呢就没有办法解释 后来自己想想 都是自己可能前世 有发过这种愿 那这一世呢 我们要读了金刚经就知道 他会有大菩萨呢 来提醒我们这些小菩萨 告诉你 你有这种愿力 让你呢去续这个愿 去继续努力提升 所以呢不能怪别人 还是自己曾经种下这个因 所以转来转去 转到自己身上 那就努力呢再去修好 改变自己 那么学佛呢 是一件很殊胜的事情 大家呢 我反复强调 咱们千千万万呢 不要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持戒念佛的过程当中 包括做义工的过程当中 弄得满脸纠结 满头白发 然后脸色蜡黄 这就不可以了 你家人看得也很担忧 所以师父今天还提醒我 要求我们各个疗房长 监督晚上十点 必须关灯睡觉 然后我这个命令一发 我身边立刻就有同学抗议 老师十点我睡不了 我那工作呢还完不成 我说那你就别完成呗 第二天继续完成 师父让十点 就十点躺在床上念佛报 那我们就要一觉奉行 因为现在基本上 大部分的工作 我们都已经接近尾声了 没有特别紧急的 所以大家就进入到 正常的作息时间里 那么我也要求大家 明天早上 尤其是女众 五点钟开始都来做早课 或者是一起读一部亮寿经 或者一起拜佛 一起拜颤 那么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做 因为 对不起 因为大家要明白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功夫的话 决定是做不成的 因为我见过太多义工了 我这四年就基本上 跟义工打交道 只要他退心的 没有一个 不是跟他的修行相关系的 就是说 他当时发心的时候 都很真诚 愿力都很广大 最后退转 都是因为自己的修行跟不上 因为你没有修行的功夫 你才会身体出现障碍 你没有修行的功夫 你才会生出很多的烦恼 什么是修行呢 就是靠门念佛 听经 拜佛 拜颤 来让自己的心趋于平静 懂得佛法的道理 能够去调伏自己的心 你这些都没有 你就跟个世间人一样 你决定是会有很多很多障碍的 最后自己就做不下去了 就退出去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这四年 帝红师傅是特别强调 我要带着你们进行修行的 你看我们义工佛器也好 我一直给你们讲课也好 还是劝大家 一直来集体跟着僧团 来共修也好 我们这个晚课 从今天开始 要求是全体都必须参加 没有理由不参加 因为就一个半小时 那我们要跟着这个晚课 来一起念阿弥陀经 做梦山 然后念佛 最后听开示 那么我也今天请这个听打主的同学 把师傅这几天晚上的开示 都尽快地做成文字稿 那么大家呢 可以在音频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我会把文字稿的电子档PDF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来阅览 来读 反复地看 因为师傅晚上的开示呢 都是针对我们当天出现的一些近况 进行开示的 你认真听 反复听 对于我们第二天在这里的护法工作 特别有效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 聚戒前后 不再贵戒 四大何故 假名为身 他这里讲的是比丘体 是僧宝 故论戒拉 所以我们比丘法师大德 他是按照戒拉来依次排序的 沙弥呢 未遇生疏 顾论生年 按照他的出生的年月来排次第 纵使百岁沙弥 应尽出戒比丘 就是他只要受了三坛 比丘大戒 那么哪怕你是一百岁的沙弥 都要尊重 比丘师父 那么沙弥师父如此 就更不用论我们在家的女居士和男居士了 那么尤其是我们女众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这个在公开在香港讲的第一堂课 五年前就是忏悔傲慢的 当时是依据那个华炎经 胡晓宁老师让我做的忏悔 那么女众这个傲慢呢 是天生的 她这个暴体本身带来就是如此 经常是自己是没有察觉的 我也没有察觉 因为我就是没有觉得我这个态度 或说话语气是傲慢 所以我说师父指出来呢 我还不服 但是回头自己仔细想想 确实是带有轻慢性 自己就心里很难过 然后自己呢 再努力地再去提升 再改变 下次遇到相同的境界呢 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也不怕有这个过错 也不怕自己烦恼习其重 最怕的是我们没有善有为一 没有善知识做医治 那完全就是在 现在这个缩活世界 就放任自留了 我们看到太多学佛的同学 我昨天还收到一封邮件给我的 学佛学了十几年 将近十五年 没有任何进展 弟子规也听了无数遍 感觉就是 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提升 没有什么发喜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偶艺大师 说的这四句话 叫净土明啊 我们没有做到 净土明里第一个是持戒为本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 净土为贵 什么善有为一 善有为一是第四点 第三个是观心为要 最后是善有为一 所以也就是持戒念佛 还要常常关照自己的内心 然后呢 要有善有为 我觉得关照自己内心呢 最好的就是有善知识来提醒你 我们身边 只要来提醒你过失的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自己呢 不管有没有 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如果有的话 马上改 没有的话 自己勉励自己下次不要再犯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不要人家一说 我们马上就反驳 那就不好了 那如果确实有的话 要马上忏悔 我上次也是在这个 上一次的送戒的时候 自己也是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过失 因为呢 僧团呢 在送这个 要送完比丘戒 然后我们呢 在家居士呢 才能进到那个大殿 跟僧团一起送菩萨戒 那我就不清楚 送没送完 具体什么时间 就没有得到通知 那么在僧团送完这个比丘戒呢 我就看到沙弥师傅 和南居士呢 都往里进 那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 我说这个是不是菩萨戒 我就去问他们 那他们呢 可能着急往里进殿 就没理我了 没理我呢 自己心里也生烦恼 我想你知一声 这是送了还是没送呢 后来那个纠察师傅就提醒我说 确实是送菩萨戒了 那么出来之后呢 我就跟师傅理论 当时自己就很 很那个振振有词 我觉得这个是工作流程的问题 应该在流程上 跟我们告诉一下时间 当自己说话呢 就语气很不好 后来师傅就很严厉地呵斥我 那自己想想 我那天第二天 我自己就 一天呢 我当时就 确实心里也难过 我就没有吃饭 一天没有吃饭 我就念了十万针佛号 那佛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我到晚上 念完十万针佛号的时候 十一点 我自己静下心里想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拿着工作做借口 就可以对比丘师傅 说话这么无理 所以呢 我就写了一封 很认真的忏悔信 是给另外一位出家师傅 求忏悔 那出家师傅当然非常慈悲 就劝勉我 下次不要再犯 那自己呢 就是重点呢 不在于犯错误 就是说我们都会犯的 因为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们只要肯认真的 发心肯改 真的发心 想这一生呢 求处理 那么佛佛都不会舍弃我们 他都会示现种种身 来帮助我们 当他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要拒绝呀 排斥呀 自己把心呢 放平 认真的想一想 对自己的成长 都特别有好处 所以这也是我的教训 购养给大众 大家呢 就不要犯我的这个错误 我那个这个错误 师傅的盼 就直接是下了 二百三十一年的地狱 所以第二天我就想 天哪 这个我就怎么从地狱里出了 我就念佛吧 从早上三点半了 三点钟起了 我就开始念 念到晚上 十一点 因为那一天呢 我们还要陪僧盼出去 那我就把早饭 中饭 全都舍了 当时那一天 只吃了大概四个大早吧 然后喝了一点水 所以呢 就靠这个念佛的 阿弥陀佛的 本愿威神力的加持 我们就能够改变 那么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要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这个身呢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谓四大和和 假名为身 我们神识呢 入了这个胎 自己呢 就执着于这个身 以为这个身是我 那这个身是不是我呢 像我们开车 我们那个神识呢 就像司机 这个车呢 就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呢 开着开着 就以为这个车 是我们了 其实车不是我们的 车到了十年 该报废的时候 我们就得把车放下 你那神识 就那司机 是不是得从车里出了 你不能说 就赖在车里不出了 所以我们比如说 到了寿命 到了七十岁 八十岁 神识就得出了 出来之后呢 你就根据 你的业力的牵引 你是换一个 轨道的身 还是换一个地狱道的身 还是换一个天人身 那要看我们所修的 这个是什么业 但是如果我们发愿 这一生 就是求往生的话 什么身都不要 天人身 我们也不要 那地狱恶鬼道的身 我们更不能要 那我们就把身的概念撇下 不去领会它 身体有病痛 就让它病痛 好好念佛拜佛 决定都能放下 决定都能转 因为我见过我们太多同学了 身体有病的时候 就琢磨怎么治好啊 怎么吃药啊 怎么营养啊 你越琢磨它 它越不容易好 你不去理它 你好好的念佛 好好地拜佛 一心地修功德 它就转了这个业力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每天呢 我们都要用这种思念的心 去意念佛的这个事情 想想这一天 我们在这个寺院里面 咱们从早到晚 哪些念头不应该起 哪些事情做得不如法 我都跟大家说了 要多请示 请汇报 多沟通 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 我们的义工微信群也建了 我们跟这个常住的 管理工通微信群也建了 建了之后 就我自己在那儿说来说去 大家做什么也不说 干什么也不说 那你最后各干各的 它就会形成障碍了 所以你做什么 干什么都汇报一下 及时汇报 不要等着晚上 那个休息汇报再汇报 有事情早点请示 不背因果 你不请示 你自己做了的话 你背这个因果 何必自己给自己找这个业障 养成习惯就好了 第二篇是这个试诗篇 我们看一下这个试诗篇 试诗篇非常重要 我这个给我做了五年的 我这个香港的小秘书 他在香港大学本科一毕业 香港人一二年就到我身边做秘书 来了之后 他是定红师傅推荐到我身边的 定红师傅就让他学这个 杀你十届位于路遥的试诗篇 当时他都能背下来 每天读十遍 而且呢 不做到 你就要继续背 直到你全部做到为止 我这小秘书真的能做到 肯定会 我一起来 他就会进我房间 帮我叠背 因为他平时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 然后给我倒一杯水 蜂蜜水 然后马上就是给我整理 这一天要做的事情 你们自己看他这个第一篇讲的 怎么样去侍奉我们的老师 侍奉我们的师长 男众啊 更好好听着 你们都是在师傅们身边的 那么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小男义工 你们怎么去侍奉这些 僧团的比丘大德 每一个比丘大德都是我们的老师 怎么去为人弟子 当早起 欲入户 当先三坛之 据羊枝枣水 瘦衣缕 疲背 服饰床席 扫地 易枣水 你起的呀 不能比师傅还晚 师傅四点半起来 我们睡到六点 然后你身体还没什么毛病 那就出问题了 我记得原先最早一三年 跟我一批的义工 现在已经一个都不在了 怎么离开的呢 我没有碾他们 就一点 我最后那一天 有一天我临时 我跟我们的一个老义工 去的房间检查 八点半还在床上睡呢 对吧 然后我就敲敲他 我说 八点半了 你生病了吗 没病 我说十几岁 十四岁还十几岁 我说起来 咱要睡吧 咱别在这个 这地方睡 回家睡 你睡到半夜 你睡到中午十二点 都没人管你 回去睡去 咱要来 就是来学 学习怎么去修行的吗 不是来学睡懒觉的 睡懒觉不用到我去来学 教了无数遍不听 最后走的时候跟我哭 老师我不想走 我说你不想走 我说我又不能打你 我又不能骂你 我跟你说了无数遍 你又不听 我不能天天在这块陪着你 睡到八点半十点呢 我说你就回家睡就可以了 回家怎么睡都没人管 一定要早起 女众起床 没有特别的原因 不可以超过五点呢 你超过五点就太晚了 除非你确实身体很累 有一些老婆子一工 那我们就睡到六点就可以了 早睡早起 早上呢 晚上早点睡 十点钟就要睡 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个生物中 跟这个大自然的生物中 就不相配 你的身体 各个机器都要求休息了 你不给它休息 不可以 那进到师傅的房间呢 要先敲三下门 这是基本的礼节和修养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能熟而无礼 我跟老师很熟了 我跟电红师傅也很熟了 我就推门而入 相信对师傅们都不敢 对吧 我们这个女众对我就敢 因为跟我熟了 在香港我家里 也不敲门 我在房间里正在换衣服 啪 推门就进来 老师 我说你敲一下门 你再进来 你想吓死我呀 因为我在香港家 我是二楼 我家是一楼二楼 你上二楼 你又没有声音 你敲门声的 你就上来 然后你就推门而入 我说真的是吓坏人 我说你先敲三下门 不管跟人多熟 都不能失去礼节 这是那个女界里教导的 女界我们都知道 是这个我曾经讲过的课 对吧 那很多到我身边的这个义工呢 是没有学过女德课的 也没有听过我的课 那么女众呢 还是要发心 学一下女德课 这是我们做女人的 最基本的弟子规的要求 你看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好女人 怎么做一个守规矩的 有礼貌的 让人看着生欢喜心的女众 不要让人看着就很讨厌 没有礼貌那不行 具养者凿水受淤履 疲惫 这个养者凿水是在佛的时代啊 这个出家人呢 他都是用那个羊纸来刷牙 羊枝啊 羊树的那个条来刷牙 也就是说我们现代呢 要把牙膏拧到那个牙刷上 把那个漱口杯装上水 温水 不要装太满 装三分之二 把那个已经放好牙膏的牙刷 放在杯子上面 给食物准备好 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说明我们那个心 还不够细心 还不够体贴 还不够周到 不会照顾别人 你不会照顾 不会服侍别人 就没有办法给自己修福报 你就修不到福报 没福报的人生呢 就是惨痛的人生 这一生都会很坎坷 身体也不好 受衣缕 就是给拿衣服 拿鞋 像我们这个义工出去护持出家师傅 师傅们去进房 就洗手间 你们师傅都是在门口 帮着去拿衣服 对吧 因为他不能穿大衣进去 对不对 那这些都要懂 所以看见师傅要去进房的话 我们男义工啊 就主动就跟着呀 你修福报的机会就来了 但是我们女的肯定是就没这个机会了 那我们都跟没事似的 还得让师傅叫你 你过来帮下忙 这就福报直接减了一半 你主动发心 和别人叫你发心 那概念完全不一样 我学了之后 我就马上用到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旅就是指鞋 比如师傅早上起来 给他拿鞋 或者是我记得去年 还是前年 到这个潮州开元寺 清宫啊 当时给开元寺三百多个 信众受菩萨戒 清宫老人家呢 身体不是很好 尤其那一次呢 是在澳大利亚 整个是带着这个 我们弟子 教了一个月的课 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潮州 受菩萨戒 在澳洲的时候呢 老人家身体就 不是太好 因为他还要吃药 结果他在入 这个澳大利亚机场的时候 药被机场给扣了 海关扣了 就没拿出来 所以那一个月 没有吃上药 那当时走的时候呢 老法师就嘱咐 就说就跟我讲 说你要帮我照顾好清宫 那我们当时 是跟着几个义工呢 一起跟到潮州 每天熬那个中药啊 给清宫 所以我们都知道 寺院大殿那个门槛 是很高 是吧 然后清宫呢 我进的大殿 他一定是脱鞋的 那出来这个大殿穿鞋呢 他那身体有时候 很疲惫的时候呢 就不方便穿 我当时就跟我们义工说 我说你那是男义工啊 那我们女的帮不上忙 我就很心急 我说你赶紧在清宫老人家 一出大殿门口的时候 你扶着他 给他扶出大殿门口 你蹲在或者跪在地下 给老人家把这个血 送鞋帮他忙穿上 我说记一下我们弟子的这个孝道 因为清宫也都七十岁了 然后我就嘱咐他说 所以那个清宫每次见到我们都说 哎呀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清宫是我的 我的那个德界的老师 我是受菩萨界 是在澳大利亚 从清宫那里受的 清宫天一律师 鬼王律师 这是我的菩萨界的三师 那后来呢 定宫师傅又给我做了 增益的菩萨界 那么我的五戒的增益 和菩萨界的增益呢 定宫师傅就是我的增益的界势 所以只要给了我们戒体的 这个师傅 都是我们医职的导师 我们要认真真的 进到这种孝心和孝道 自己不能帮上忙 女众不方便 我们可以去提醒男众 因为男孩子的心大心粗 不一定想得到 那我们讲后面去提示他 让他赶紧帮忙 就比较好 包括帮着蝶背 帮着打扫床席 扫地 包括就是给他放洗澡水 这些都要做到 这都是最基本的 今天呢 时间到了 对吧 还好 大家今天听课非常好 是好久没听呢 还是怎么样 没有睡觉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来学这个 善女人传 不过男众的也可以来听 因为涉及到佛法的一些 学佛的念佛法 要的一些精神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